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不同的数值的格式 在我们使用记忆体之前 我们一定要了解记忆体相关的一些定义 包括我们怎么去定义它的数值的内容 还有每一个记忆体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记忆体的编号 那我们在这个数值的定义的部分 其实在数位装置上面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格式 那我们这边看到有二进位 有八进位 有十进位 BCD跟十六进位 有各式各样的格式 那在我们的数位的装置里面 常常会因为使用的需求 我们就会使用不同的格式 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用错格式 往往会造成我们在定义上面的错误 进而会造成机器设备的误作动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格式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了解说我们这个可程式逻辑控制器 它是在哪一个部分使用哪一种格式 才能够正确的去设计我们的城市 不会造成一些城市的错误 或者是设备的误作动 导致一些公安事件的发生 首先呢让我们来看这个是二进位 只要是数位的设备呢 它在做一些资料的处理或计算呢 一定是使用二进位 那我们PLC也不例外 所以呢只要是进行资料的数学运算 或者是逻辑运算 一定是采用二进位的方式来做 那所谓的二进位呢 就是我们以一个位员为单位 每一个位员呢只能有两种状态 也就是0或者是1 那这样子的状态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记录一个事件的发生的有无 或者是它目前执行的一个状况 0或者是1 常常呢我们会把它对应成是 是on或者是off 1就是on 0就是off 或者是1是导通 0就是不导通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运算处理的时候呢 为了让我们整理资料方便 我们有时候呢会以四个位员为单位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它叫做nipple 中文呢把它简称叫位数 事实上呢它就是四个bit的组合 那在网上呢我们需要更大的资料单位呢 我们就可以用8位员 那这时候我们叫它叫byte 中文呢叫位员组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数位装置呢 都是以位员组为一个基本单位 来进行资料的处理 那可是呢在我们工业设备上面 如果我们用位员组来做资料的处理呢 所能够处置的数值不够大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一般的plc上面呢 大部分都是采用16个bit为单位呢 来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我们称它称之叫资源 或者叫资源组 那英文呢就以word为单位 要注意的是呢 在不同的设备上面 我们看到资源或资源组的时候呢 它所代表的资料的长短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认每一套设备或者是每一个型号呢 它所谓的word或资源组到底有多长 那以台达电子的plc来说呢 它所谓的word是以16 bit为它的基本长度 如果我们需要更长的资料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双资源组 那也就是32bit的长度呢来处理我们的资料 那甚至于说呢我们需要处理浮点数 也就是带小数点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这个双资源组 这么长32bit来做处理 那除了我们二进位基本的介绍之外呢 我们在一些场合呢 我们用到八进位 所谓的八进位呢 就是我的数字变化呢 只有01234567 那超过7呢就要进一位到下一位去 那这个部分呢 目前虽然比较少用 但是由于我们plc发展的历史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外部的接点呢 都是使用八进位的编号 所以我们的外部输入呢 它的编号是从x0到x7 下一个不是x8 而是x10 然后呢依序呢到x17 再下一个呢就是20 没有28这个编号 同样的在我们的外部输出接点呢 也是采用八进位的编号 所以呢它是由y0到y7 然后y10到y17 以此类推 除了这个xy的编号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十进位 来进行我们的处理 例如说呢 我们这边看到一个简单的计时器的指令 我们的编号呢 T0 后面这个0呢 就代表计时器的编号 我们就是用十进位 所以呢你可以从0 编到9 编到10 编到11 一直往下编 那有时候呢 一些数值定义的内容呢 我们也是用十进位 比方说这个常数呢 我们就是用50 那为了区别呢 我们就在前面加一个k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他所有的暂存器的编号呢 也都是用十进位来做一个编号的处理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除了我们的外部输出路接点xy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用十进位来做我们的编号的一个排列 那我们在程式里面呢 只要我们想要用到十进位 那我们呢 就在前面加上一个符号k 那就可以代表我们的十进位 所以呢 这边我们看到 那个123呢 事实上因为有一个k 所以它就是123 那我们后面有一个d 它后面的装置编号呢 就是0 也是用十进位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呈现 在过去的工业元件上面呢 我们还会用一种格式呢 叫做BCD 那BCD的英文呢 叫Binary Coded Decimals 那主要就是为了 在我们呈现一些资料给人看的时候呢 必须要用十进位来呈现 我们人很难去理解 所谓的二进位或是其他的格式 所以呢 在这个资料格式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有用一个BCD的 这样一个格式 那这个呢 在过去呢 常常我们看到我们的操作面板上面有七段显示器 或者是有一些输入的直播开关 那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呢 因为人不管是输入或输出呢 是使用十进位 那我们在讯号上面呢 就采用BCD的格式呢 先转换到我们的可程式逻辑控制器里面之后呢 再把它转换成二进位来处理 那目前这种格式的使用呢 已经慢慢的减少 但是如果有用到的话 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去注意 那譬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132呢 我们利用BCD的格式呢 就是把每一个位数呢 用四个bit来呈现 那所以呈现出来的各个位数呢 就像我们这边呈现出来的1 然后呢 0011代表十位数 然后0010代表各位数 千万不要把它跟一般的二进位呢 做一个混淆 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做数值计算里面呢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16进位 这个16进位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看资料的时候 如果用二进位的0101来看呢 常常会因为资料太长而有错误 或者是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因为0101的组合呢 很容易混淆或者是排错它的顺序 所以我们就使用所谓16进位 也就是每一个位数呢 我们是可以从0一直排到15这么多 有16种变化 那为了满足我们16种变化呢 除了我们一般阿拉伯数字的0到9之外呢 我们超过10的部分呢 就由英文字母的ABCDEF 来做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这边范例里面看到这个A呢 事实上代表是10 B呢代表是11 那这样子的一个16进位呢 我们在前面就加上一个H的符号来表示 那我们直接看到这个1A2B呢 很难去理解它的10进位是多少 因为我们习惯10进位 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个转换才能够显示 但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16进位来做一个设定 或者是使用 那如果大家要做一个资料的转换呢 只要大家修过数位电路或是数位逻辑呢 应该对这些转换呢 可以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所以呢 这里简单列出一些我们常见的 资料转换格式之间的关系 那只要大家稍微做点练习呢 相信对这些资料格式的转换内容呢 应该不会陌生也能够驾轻就熟 特别是16进位跟2进位 希望大家呢在使用的时候 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以免呢在分析程式呢 或者是判读资料的时候 没有办法体会到它的一个实际的内容 而造成了使用的错误 或是设计的一个失当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先为大家介绍了基本格式的益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继续介绍各个装置 就是它的功能以及它的定义